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旅行 住其实挺讲究的 因为我不说了嘛 摩洛哥这地方治安不是特别好 所以挑个既省前又安全的地方住 是真挺重要的 说白了它可能会直接影响到 你未来几天甚至几周的心情 不过话要说回来 马拉喀什这座城市 虽然最乱的地方在老城区 但是最有味道的地方也在老城区 这就好比一把双刃剑 具体怎么安排你们自己决定 但是今天我要说的重点 是一家位于老城区深处的亲旅 名叫Rodaman Rear Merikage 我就先明说了吧 如果你是独自旅行 并且决定住在老城区 这家亲女可以考虑 这是我的房间 1015是我的房间 然后进来之后呢 目前就我一个人 它其实是个八人家 这是灯 然后这是一个床 往里面走 然后我的床在这 我的床在这 这是我的床 这是我箱子 然后这底下有一个 每个人有一个 按照自己编号的一个 一个柜子可以打开 然后很深 里面的空间很深 然后还有那个自己 就是这个 保留隐私的这么一个 一个帘子还挺好的 然后 进来之后我还不错 我觉得很不错 这个鬼店给我的感觉是 很典型的那种 阿拉伯的风格 除此之外 在楼下的院子里 还有一个游泳池 虽然不大 但是它却是我每天 唯一仰仗的降温神器 在外面玩了一天 回来可以游个泳 还能喝上一杯薄荷茶 这对我们这种穷游玩家来讲 简直就是奢侈 薄荷茶 当然 做清理最重要的 并不是它的环境 而是在这里你可以认识 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嗨 我是杨山 I'm from Singapore Hi my name is Mitchell I'm from Mexico How you doing My name is Abdul From New York Originy from Bangladesh 仔细想想啊 作为一个普通游客 如果到哪都住酒店 这些来自纽约 墨西哥 甚至是阿根廷的旅游 你又能通过 怎样的方式去结识呢 想练习口语的同学 又怎样能够获得提高呢 当然我这可不是说教啊 一点经验而已 毕竟缘分到位了 还得自己把握不是啊 你说对吧